今天带大家逛一逛银康路 成都西北二环内的一条美食街 时间是周六晚上七点过 这条街已经满是时刻 口子上这家店好火 感觉他家任何时候都在排队 而且不光是这一家店 之前路过牛市口那家 也是这种状态 我也是蛮难理解这种 排队一两个小时 等着吃顿饭的情况 而且现在疫情 这些人不可能全是游客吧 佩服他们 这边还有一家青年火锅 然后对面还有一些小吃 那个面装旁边是一家薄薄鸡 晚上有点拍不太出来 一会儿再去前面看一下 青年火锅在成都还是蛮多店的 我吃过这附近的另一家 对面是一个馄饨王和黄焖鸡 路口这边还有一个烤鸡 路口这边还有一个烤鱼店 烤鱼我还是很喜欢的 这条小吃街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堵 非常堵 看不看得到 这个我来吃过 这个还可以 旁边这个没有吃过 这边有一个火锅 然后前面的那个巷子里 我手指指的那家店 它叫李娘娘老火锅 然后那一家也挺好吃的 然后它旁边都还有一家火锅店 这边火锅店还蛮多的 晚上这个时候要是走这条路 真的是很灾难的 就是这么堵 这里有一个做核酸的 排的好长呀 它在很前面的位置 就前面做核酸再过去一点点 大概就是这条街的头了 然后这些店 也就差不多到这边 这出来了一个 志愿者还是工作人员 他来指挥这里拥堵的交通 他就让 就是对象的车 一边通过五辆车 这一家卤味叫卤丁记 是个连锁 我很喜欢吃卤牙心 这一家大概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牙心 他今天这个鸭心卖完了 剩了三个 擦了两个猪皮 两块五一串五颗 不算便宜 但真的很好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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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去买几个杂串 就是这里买一个杂串 这个 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去年 去海南之前 我一直住蜀汉怒东 地铁站这附近 就常来吃这两家杂串 左手边那家 生意一直超好 到今年还是老样子 今天因为要拍视频 就不太好意思在左边买 然后就在右边 大叔家买了几串 我其实不大分得清 有什么区别 肉眼可见的 年轻人那边看起来更卫生些 但今天年轻人的做法还是有点过分 我在大叔家买了之后 有两个女孩也在这边买 之后她们进巷子里 坐到了年轻人那边的小桌上 她们已经开始吃了 还是被年轻人给请走了 我是觉得桌子都空着 也不会吃太久 这样做不太好 接下来就静静享受好吃的吧 这边的小桌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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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